第十二课 我得的是不是恶性肿瘤? 一、生死语 恶性 活茧 挖 活组织 局部 麻醉 先进 肺 乳腺纤维腺流 良性 体 恶变 积虑 怀孕 绝经期 乳房 鱼 基本上 发炎 切口 缝合 人体 线 疤痕 二、课文 一、绘画 胡小姐,您好 你好 医生,我得的是不是恶性肿瘤? 现在还不知道 我们准备给您做穿刺活茧来进行诊断 听说 活茧跟做手术一样 是把流子挖出来检查,对不对? 穿刺活茧不用做手术 只是用穿刺针取出一点肿块活组织来进行检查 会很痛吗? 穿刺针会先给您做局部麻醉 不会疼的 我以前听别人说 活茧的伤口跟做手术差不多大 真的吗? 那是过去的手术活茧 现在改用更先进的穿刺针活茧 伤口很小 检查结果也很准 那检查费是不是比手术活茧要贵一些? 不,这比手术活茧要便宜 哦,那我就放心了 谢谢你 二,绘画 白瑞蒂,你把六床的病理检查结果拿给我看看 好,这是六床的检查结果 哦,是乳腺纤维腺瘤 这是良性肿瘤吧? 对 那要不要做手术呢? 流体直径4厘米 最好还是进行手术治疗 不做手术的话会不会恶变? 乳腺纤维腺瘤恶变的几率不大 但还是有恶变的可能 什么情况下会引起恶变? 一般是不会恶变的 但如果遇到内分泌剧烈变化的情况 比如怀孕、绝经期等就很难说了 现在这种情况要把病人的乳房切除吗? 不用,只需要切除流体 手术后病人要不要做放疗或化疗? 都不用,注意对伤口进行消炎处理就行了 3.乘断表达 胡小姐 您的乳腺活体检查结果是乳腺纤维瘤 这是一种良性肿瘤 一般来说 它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 恶变的几率也不大 不过还是有恶变的可能 比如遇到怀孕、绝经期等 内分泌变化比较大的情况 就可能会增加恶变的几率 如果流体小于2厘米 我们会建议您先不做手术 可是您的纤维瘤直径有4厘米 我们建议您最好还是马上进行手术切除 您不用担心 这个手术不需要切除乳房 只要把纤维瘤切除就行了 手术前我们会给您做局部麻醉 做手术的时候您基本上感觉不到疼痛 手术后也不用做放疗和化疗 只需要打些消炎针 防止伤口发炎 因为手术切口不大 而且缝合伤口用的是 人体可吸收的缝合线 所以手术后留下的疤痕 不会很明显的 4.练习 1.听语读 肿瘤 纤维瘤 乳腺纤维瘤 恶性 良性 恶性肿瘤 良性肿瘤 恶性乳腺纤维腺瘤 良性乳腺纤维腺瘤 火简 火简 手术火简 穿刺火简 穿刺针火简 麻醉 局部麻醉 全身麻醉 切口 伤口 恶变 恶变几率 经期 经期 月经期 绝经期 孕期 孕期 怀孕期 肺 检查肺 住院肺 体检肺 手术肺 药肺 瘤体 瘤体 腺体 牙体 腔体 卵磷脂小体 消炎 消肿 消退 消化 消炎针 消炎药 切除 切除乳房 切除纤维瘤 切除肿瘤 切除瘤体 缝合 缝合线 缝合切口 二 替换与扩展 一 我们准备给您做穿刺火简来进行诊断 我们准备给您做超声波检查来进行诊断 我们准备给您做活组织检查来进行诊断 二 穿刺前 会先给您做局部麻醉 手术前 会先给您做局部麻醉 会先给您做个穿刺火简 做胸部CT前 会先给您注射一些药 做别的治疗前 会先给您消炎的 石膏固定前 会先给您的手臂复位 三 不做手术的话会不会恶变 不做理疗的话会不会恶化 不用抗生素的话会不会发炎 不用石膏固定的话会不会影响骨折处的复位 不做脑部CT检查 会不会很难确诊 四 乳腺纤维腺流恶变的几率不大 但还是有恶变的可能 他的心脏病发作的几率不大 但还是有发作的可能 吃这种药过敏的几率不大 但还是有过敏的可能 这种肿瘤切除后复发的几率不大 但还是有复发的可能 这个年龄得高血压的几率不大 但还是有得高血压的可能 五 一般来说 恶变的几率不大 一般来说 癫痫发作前会有先兆 一般来说 得了巨大肝囊肿 应该尽快做手术 一般来说 糖尿病人有三多一少的症状 一般来说 皮破裂确诊以后 要马上进行手术 六 这个手术不需要切除乳房 只要把纤维硫切除就行了 高血压一般不需要住院 只要按时服降压药就行了 小的胆结时不需要手术 只要注意少吃油腻的东西就行了 纤维硫切除后 不需要做放疗和化疗 只要打些消炎针就行了 轻度糖尿病 暂时不需要吃药 只要注意控制饮食和适当运动就行了 使用手术可抗 继续痛 感谢观看